以吵吵半年之久的李天一等五人涉嫌强奸案 明天终将开审 在李某案开庭前一天的下午 某门户致电李双江中获接听 在接通电话后 他首度开枪谈及现状及对于案件的态度 当被问及儿子开庭仪式时 李双江称无话可说 李双江还透露自己现状称 我现在身体非常不好 不想多说 李家的法律顾问兰何表示 除律师外其母孟哥也会倒庭 但李双江不会前往 兰何还说对于坚持无罪辩护 不仅会有新的证据提交 我们还要向法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 对于受害人杨女士一方提出的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五十万一事 兰何律师认为为时过早 首先的问题是刑事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那是法院判定的问题 如果不存在那他要多少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现在事实本身存疑那谈什么金额呀 此案的受害方律师田参军则表示 马上要开庭了 自己不发表对此案的意见 包括杨女士现在的情况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